現在就是走向這一個減災的一個時段 那把重症的把它醫療好來 那漸漸的相關的一些隔離的措施漸漸放寬 台灣週四本土確診標高382例 不過指揮中心不改定調的新台灣模式 陳時中坦言未來必然會一步一步與病毒共存 看著從4月開始持續破百的確診數字 民眾又是怎麼想的呢 我個人覺得是 因為主要是目前都是輕症的狀況下 那雖然是說也沒有針對疫情做鬆懈 但是只是說會比較平常心去看 開始看待這個疫情的狀況 外媒也關注台灣防疫政策轉變 韓國媒體就以和病毒共存VS0確診的防疫模式 台灣的選擇是微提報導了新台灣模式 而確診數翻倍成長 足跡遍布了飯店餐廳百貨公司 不過對比去年實施關閉部分營業場所 台灣今年的生活步調仍在持續 我覺得應該還是看大家能不能就是自主防範吧 對我覺得這個東西它終究是要跟它共存的 所以我覺得不要緊張是最重要的啦 然後做好防疫措施 覺得說兼顧民生經濟其實也蠻重要的 也是啦 主要都已經打疫苗了啦 那所以自己的觀念來講應該是比較去向跟疫情做共存的方式 台灣親民廉價確診數接連破百 不過各個景點的人潮依舊不減 對民眾而言在Omicron輕症之下生活還是要過 同時自主防疫意識也在抬頭 新唐人野太電視 郭建倫 林玉堂 曾鮮敏 台灣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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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